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能量与物质1,能量的流动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有 1.能指出能量在食物链中传递为单向流动不循环 2.能说出能量的传递方向为 太阳传向生产者,传向初级消费者,传向次级消费者, 传向高级消费者 3.能指出能量在传递过程会以热能形式散失 大约仅有1%的能量可传递到设施者体内 4.能说出将食物链的各级生物总能量堆积起来 可绘制成一个塔形结构,这个称为能量塔 接着呢,我们来介绍食物链 这里有4种生物 第一种,台湾稻黄 斯文豪氏潘西 水稻 还有凤头苍蝇 想一想 这4个生物,它们彼此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判断水稻被台湾稻黄吃 而台湾稻黄被斯文豪氏潘西吃 斯文豪氏潘西再被凤头苍蝇吃 那它们所之间的关系呢,就形成了食物链 生物透过摄食得到能量 以提供生活所需 也得到物质建构生物体 在这个食物链当中 其中行光合作用的水稻 我们称为生产者 而透过摄食得到能量和物质的 我们称为消费者 台湾稻黄直接摄食生产者 在此称为初级消费者 而斯文豪氏潘西设施初级消费者 他称为次级消费者 以此类推 凤头苍蝇称为三级消费者 或相对来说 他是高级消费者 但是通常在生态系当中 不可能是这么单纯的食物链呢 以这个图来说 他是由很多条食物链所组成的 我们称为食物网 在这个食物网当中呢 浮游藻类型光合作用 所以他是生产者 而林虾浮游动物 小鱼 他们设施浮游藻类 所以他们是初级消费者 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 海豹他扮演的是几级消费者呢 想想看 如果以这条食物链来说 小鱼是初级消费者 海豹设施初级消费者 所以海豹应该是 对的 他是次级消费者 可是如果以这条绿色的路径来说 浮游动物是初级 大鱼是次级 那么海豹呢 海豹在这里 他就是三级消费者 所以呢 在一个食物网当中的任何一个生物 以海豹来说 他可能同时是次级消费者 也同时是三级消费者 那我们再来思考虎鲸看看咯 他是几级消费者呢 如果以左右两边蓝色路径来说 灵虾初级 虚鲸四级 虎鲸五金 三级消费者 但是如果中间这条路径 浮游动物初级 大鱼四级 企鹅三级 那么到了虎鲸 他就是四级消费者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食物网的复杂度 与生态系稳定性的关系 这个页面呢 有三个不同复杂度的食物网 越往右边越复杂 首先我们来看最简单的食物链 在这个食物链当中 虎鲸设施企鹅 如果这时候 企鹅变少了 甚至灭绝了 那么虎鲸 当然马上就会受到生存的危机 但是一过来看看这个食物网 如果同样是企鹅 它灭绝了 变少了 虎鲸会马上受到影响吗 不会 在短时间当中 它还有虚鲸可以食用 所以它没有刚刚那个这么危险 那如果再更复杂一点呢 虎鲸有三个食性来源 当企鹅变少了 那么虎鲸除了虚鲸 还有海豹可以吃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当一个食物网 它的结构越复杂 生物之间的依赖程度会越低 这个时候 它的生态系统相对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 食物网越复杂 生态系的稳定性越高 接下来我们来回头看看 在食物链当中 能量的传递方向 对于生产者来说 它的能量是由太阳传过来的 透过光合作用传到了生产者 接着呢 台湾稻黄透过摄食得到了能量 以此类推 潘稀跟苍蝇也都获得了能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能量是由太阳传向初级 次级 高级 在生产者初级次级高级的过程当中 它是单向流动的 而到了高级消费者体内的能量 不会再回到生产者的身上 所以它不循环 另外呢 也研究发现 如果计算生物的总能量 我们发现 能量的传递效率 没有我们想象的高耶 在一个食物链当中 如果将水稻的总能量算起来 假设有100万大卡 台湾稻黄的总能量 并没有100万大卡 它只有10万大卡 而潘兮呢 只有1万大卡 到了苍蝇 只有1000大卡 我们发现 能量的传递 并没有100% 甚至只有10% 接下来我们试着把刚刚的关系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 由垂直的方向 由下而上 最底层呢 我们把刚刚的生产者总能量 100万大卡放上来 往上堆叠的是 初级消费者 再往上堆叠 次级消费者 最后 高级消费者的总能量 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 由下而上 现在的总能量最多 而高级消费者的总能量最少 形成了一个下宽 上载的金字塔形 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能量金字塔 又称能量塔 能量金字塔在最底部 我们是以试着的总能量为100% 但是呢 它在传递到初级消费者的体内的时候 并没有100%传递 只传了约10% 再往上传呢 到次级消费者剩1% 到了高级消费者只剩0.1% 这传递的免疫阶层 都约损耗了90% 它是以热能的形式所散失掉的 表示出来就成这个图一样 记得哦 在最下面的我们放置的是 生产者的总能量 是最多的 最上面的是高级消费者 总能量是最少的 接着我们来想想两个有趣的问题 一 为什么在生态系当中的食物链 通常只有3到4级 很少看到5、6、7级呢 二 如果以环保的角度来说 是吃素好还是吃肉好 在生态系当中的食物链 通常只有3到4级 其答案非常简单 以这个能量基础塔来做解答 生产者的总能量 它每传一阶层 会损耗90% 那当然咯 传到最后 能量所剩5级 它所支撑的长度一定有所限制 二 以环保的角度 是吃素好还是吃肉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吃肉吧 这个好吃的鸡腿呢 它的热量大概是560大卡 你吃了这个鸡腿 其实呢 因为它是初级消费者 所以呢 你相当于吃了5600大卡的生产者 那如果你直接吃生产者 以米饭为例 你就直接吃560大卡 那大概是两大碗的饭 所以以下面这个次数的情况 你要吃560大卡 就是真的吃了560大卡 但是如果以吃肉的560大卡 其实呢 地球为你花掉的 是下面的这个情况的 20碗白饭 那当然啦 差太多了吧 当然是次数比较环保咯 最后我们来做总结 一 能量在食物链的传递 它是单向的流动 能量呢 有太阳传到生产者 初级消费者 次级消费者 高级消费者 而且这个能量是不循环的 二 能量在食物链的传递过程当中 没有100%传递 只传了10% 其他呢 大多以热能的形式 散失掉了 三 因为能量在食物链会散失 我们将这样的结果来做图 最下面放的是 成案这种能量最多 传到最后是最少的高级消费者 那这个塔形结构呢 我们就称为能量金字塔 又称为能量塔 以上是这个单元的介绍 你学会了吗 本单元概念图 能量的流动 我先放下来 就像这个人 我先放下来